奥运我先说,今日我先说,大家好,我是信息搜罗关小C,今天奥运赛场上有哪些看点呢?跟着小C一起去看看吧! 北京时间7月25日,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,诗婷茂,王涵这对中国跳水队最强组合,以326.40的总分夺冠,为中国跳水梦之队夺得首金。 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的第四金。 北京时间25日下午,在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1公斤级比赛中,中国选手李发斌已抓举141公斤,停举172公斤,总成绩313公斤获得冠军,同时打破停举和总成绩奥运记录。 这是中国举重队本届比赛的第二枚金台,也是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比赛的第五金。 7月25日,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7公斤级的赛场,中国选手陈立军已抓举145公斤,停举187公斤,332公斤的总成绩,为中国举重再夺一贯,夺贯过程十分惊险。 最后一个登场的他,凭借停举187公斤成功逆转。 东京奥运会网球女单首轮,正赛赛1比6 4比6不敌2号种子,日本名将大阪直美,无缘晋级。 值得一提的是,比赛休息时,大阪直美直接拿出了西瓜来吃,看来真的是热坏了。 一般选手都是喝水和能量饮料,吃西瓜还真是头一次见,让人不禁想起,昨天夺冠的中国举重元首,投智慧的保温杯加风油精组合,运动员们独特的休息方法真是层出不穷。 北京时间7月25日傍晚,奥运会男子篮球小组赛开战,美国男篮首战迎战法国男篮。 最终美国队76比83不敌法国,四节比分分别为22比15,23比22,11比25,20比21。 这也是美国男篮自2004年奥运输球后,再次在奥运会输球。 邱索维金纳正式告别赛场。 在领奖台前,人人都是一样的,不管你是40岁还是16岁。 体操流淌在邱索维金纳的血液中,从前是,现在也是。 在25日刚刚结束的女子体操资格赛中,46岁的邱索维金纳,获得14.166分的成绩,无缘跳马决赛。 当她完成最后一跳时,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,许多其他国家的选手,也上前向她质疑。 这就是邱索维金纳留给世界的最后一跳,传奇就此走过30年。 7月26号,东京奥运会第三日将产生21枚金牌。 中国军团在多个项目上具备冲击金牌的实力。 昨日,中国组合施亭茂王涵为跳水队赢得开门红,获得女子双人三米版的金牌。 跳水的第二个夺金项目为男子双人十米台。 中国组合曹元陈艾森将向金牌发起冲击,力争为跳水难队赢得手金。 上届里育奥运会,中国体操队零金零银遭遇滑铁炉。 东京奥运会若腾、邹靖元、孙伟、林超潘组成的体操男团在今天将开启冲击奖牌之旅。 他们能否收复失地,值得关注。 本届奥运会新增乒乓球混双项目,同时也是本届奥运会乒乓球项目产生的首枚金牌。 许新刘诗文组成的最稳夺金点,能否为国拼拿下第一金,从而开启国拼包揽五金之旅,也是本日的一大看点。 中国举重队目前保持着百分百的夺金率。 女子55公斤举重项目停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保持者。 2019年世锦赛冠军廖秋云首次参加奥运会,她能否将举重队的不败记录保持下去,并收获个人奥运会首枚金牌,十分值得期待。 其他项目中,由邵轩、王大鹏、李嘉伦组成的中国射箭男团,以及中国跆拳道队的张梦宇,将继续为各自项目寻求金牌0的突破。 ZDOP派热搜,先说你的观点。 大家好,我是江湖APP主,今日热搜,许欣刘诗文晋级混双决赛,北京时间7月25日,在东京奥运会乒乓球混双半决赛中,头号种子,中国队的许欣,刘诗文直落四局战胜法国组合来背松,袁嘉南,晋级混双决赛。 他们决赛的对手将是日本组合水谷笋,伊藤美成。 今晚,两队组合将向奥运会历史上,第一枚乒乓球混双金牌发起冲击。 对此,网友纷纷留言,新闻联播,永不停播,中国队,加油! 小C看奥运,看点我先说,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啦。 小C明天继续陪大家走进东京,畅想精彩赛事。 小C明天继续陪在下了三千年去了。 小C明天继续陪你自己的随间所要用。 ,这小C明天继续陪在下落五千年友。 小C明天继续陪在下落五千年上。 大三千年位置以下的海土 anterior。 感谢观看